那一位東八兩兩 警察局已經通報全面加強敵情觀念以及警惠警覺 所以李敬安同仁非常積極的先拉開跟歹徒的一個距離 然後起身先退到這個駐地外面 從駐地的廣場一直賀令歹徒放下兩把菜刀 但是歹徒不但不放下菜刀還步步進逼 實際威脅到我們李敬安同仁的生命身體的安全 在基於疾破的情形之下 我們李敬安同仁很正確的實施射擊 射擊有13發子彈 你跟歹徒的距離有多遠 大約在3公尺至5公尺 當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非常的緊張 我覺得我們的生命遭受到威脅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